那么现在呢就麻烦各位把那个扩充工具把它装进 你看这个是Evernote 有没有 然后呢OneNote在右手边这里 这个 那么他们这个工具呢就是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这里 您到这里来 有没有这两个 你点进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扩充工具的那个位置 好点进来 然后呢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我是用关键字找的所以应该你们找到的会跟我一样 就直接加进来就好他有两个你看一下 一个是 变成一个应用程式而已 但是我们不是要这个我们要的是所谓的扩充功能 这样了解吗 我们要是扩充功能然后找到的是叫Evernote Web Clipper 微软的OneNote其实都是跟他学的就是 他有哪一个他就有哪一个 前一段时间 Evernote有出现一些状况 就是他们营运不是很好然后把台湾那个 办公室也撤掉了 有点可惜但是 他后来就是 改版其实现在做得还不错 还不错那 那时候微软 OneNote还特别推出一个功能 你知道是什么功能吗 欢迎 转到OneNote 欢迎您从Evernote转到OneNote 你只要输入他的账号 跟密码 我就把里面资料帮你 移转到我们OneNote下面来用 微软会干这种事情 你就知道说 他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比较强 那 你把这个装起来 这里一个 然后呢 另外一个在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个 一样 你把点进去之后 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 扩充工具 好 一样的 不要找上面这个 这个是他线上版本 他只是当一个 我们要的是下面这个 扩充功能 你把它装起来之后 右上角就是像这样子 那 装完之后呢 其实最大好处在哪里 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包括Safe to Google也好啦 有没有这些session 都一样的功能 因为我们资料来自这边 我希望把它怎么样 把它抓下来 所以你点开之后 有没有 我就这个登录一下 好现在登录好了 有没有发现 他就有三个功能 一个呢是你直接把 整个网页画面直接拍照 变成一张图片 好 存起来 另外一个是你可以 攪取局部的部分 直接存到那个云端上 另外一个方式 如果你要做所有全文检索 事实上要用这一种 文章 不过我必须告诉各位 文章的话 没有办法完完整整跟网页上 一模一样 也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 有一些样式的问题嘛 好所以就好像你把网页保存到你的电脑面 再打开 是不是有可能会跑掉 画面有可能会跑掉 意思一样 所以 如果你是截取文章的部分 那你可能需要稍微 看一下说这样 OK 他原则上他在这里 原则上如果你用的是这个 好 他 好了之后你就直接按剪辑 这样就可以 他就开始把你的画面就把它抓进去了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那么你可以选择在one note中检视 就是云端版的 或者是如果你电脑没有安装这个 就直接打开 这样了解吗 像我这边打开给各位 简单看一下 因为这里我比较没有放太多东西 他就像这样把它放进来 那么 我们在这边其实最大的麻烦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同步慢 他的同步确实真的比较慢 你看我刚刚已经加了对不对 可是在因为我现在开的是电脑端 就是电脑的安装的软体 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稍微同步一下 你的这边才会同时看到 那如果你比较急着要马上看到的 其实你就可以用他的这个 线上版本 有没有发现刚刚进来的 有没有在这里了 就在这边了 那你可以从这边去看到 有没有发现我里面的资料都在 这边了 刚刚我们加进来 因为预设加进来是在这个快速笔记里面 快速笔记里面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就加到你指定的类别 所以你的笔记本请问可以有几本 随便你 一个原则就是 云端的那个空间就是5G 好就5G的空间 那么你这样进来之后就可以用了 那么另外呢像我们刚刚看到在这边 在这里 比如说这个好了 不要开太多分页 这个 假设你要这个 一样的点到他 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抓全萤幕 那你的位置也可以从这里选 有没有发现 这也可以直接选择你不同笔记本 所以就放进来了 所以 基本功能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 好太大差别 但是呢 两个的 跟那个 Evernote 不一样的地方 微软是以资料假为概念 资料假为概念 所以 他就是你这个笔记 放在这里就是放在这里 你不能说这个笔记放在这边 然后我要属于这个 这样就不行 但是搜寻的功能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 他也可以做直接搜寻这个 内容 好那 今天呢 如果说 这个 你属于 比如说这个你想要把网内缩一点 他有个叫缩牌 有看到吗 有点类似我们好像在做目录那种感觉 好这个是属于这个项目里面的 纸项目 我就把网内缩一点 那这样你在 整个那个什么文章的一个结构上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这是 微软的优点 可是他的缺点就是 你要跨 不同的笔记本 不能搜寻 他只能在同一个笔记本做搜寻 好这个是 在微软的这个部分 等一下呢我们再来看看那个 Evernote 好不好 所以 您可以先稍微试试看看 因为 电脑面现在应该都已经预设装好了 如果您刚刚账号已经有申请 你可以稍微尝试看看 按一下截取之后 看是要在线上检释 还是要在 软体端检释 其实都没有关系 好给您试看看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所谓的笔记的功能 没有 这样有了 难怪大家一直看着我 我想说我哪里做错了 开玩笑 就是 这些笔记的功能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一定要搜寻 对不对 当然你如果是截取成 网页的 就是变成图片 那就很抱歉了 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全文检索 好所以原则上如果你要有保留 所谓的搜寻的功能 最好的方法 还是怎么样 还是变成文章 可是 文章的部分 不管是Evernote也好 OneNote也好 他们都 没有办法 完完全整 可能百分之来一模一样 可是至少 会稍微接近一点点 至少你的内容 是有留着的 这是我们以后要重复使用 最好的方式 那当然 这两个软体 这两家公司也都有推出所谓的 行动的那个APP的版本 那所以 你在行动装置上是不是 就在帮你收集资料了 对不对 那你再来这边做整理 再来做整理 所以为什么它 比较偏向 不像我们刚google keep 一样 把它当作 那些杂事 把它做记录 而是比较属于 你自己的什么 那所谓的 笔记的软体 这样子